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很久以前是跟达人合作那个车手 但是那个时候戏份不太多 但是这次拍那个支持的时候 可能是多一点 他还是一样保持他的风格就是疯的 他是疯的 因为他从来拍摄的不和咖 为什么呢 他希望让演员演到最后最后最后 把他最内在的情绪找出来 所以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我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 所以我很开心有这个经验 这是我第一次出演郑宝瑞导演的电影 而且是第一次演有动作的 动作成分的电影 而且第一次演罪犯 很多的第一次都发生在这一部电影当中 我觉得整个过程都非常难忘 虽然我的戏份占比比较少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 可以跟前辈学习 也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电影人一起去工作 我觉得这个状态让我感觉非常好 我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再来一次 这个戏可能是成本的问题吧 好像是没有动作的指导在里头 因为导演说你们自己打吧 随便打 冰那么大你们随便打 打死对方为主 所以我觉得在结束那场戏 拍了十多天 有八天是打的 这村里没有设计 你们跑啊 下雨啊 追 打 就是这个样子 度过了八天 但是一个也是第一次这样子的 所以很好玩 对我来说是很好玩的 下 Bruxon 下座 下手